現在的民族盛世呢 鹽水風炮在昨天落幕 但卻有民眾沒有做好防護 遭到風炮炸傷 來聽消防局怎麼說 一名男性年約55歲 他遭那個鞭炮炸傷 導致左膝跟右膝共36度的二度燒燙傷 下面剛好擺放一堆連珠炮 畫面中一名男子的下半身褲子 都疑似被燒到不見了 腿上多處的傷口 男子甚至只穿著短袖 頭部也沒有防護 根據消防局統計 截至晚上九點 共有十二個人受傷 其中一個人多處灼殺 另外有一名青少年 被風炮打到眼睛 兩個人均送醫急救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